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一个新闻显示 习近平要孤注一掷 要拼了 居然正式逮捕了许家印 要让大倒不能倒的恒大集团破产 许家印的恒大集团在2020年出现债务危机之前 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房地产企业 因为它迅速扩张导致负债过多 以至于出现今天这样的债务危机 但是恒大集团实在是太大 如果真的倒闭的话 影响的层面相当大 整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都可能会跟着崩塌 进而会影响包括钢铁水泥这些上下游的产业 现在北京当局正在极力的提振中国的房市 因此北京高层也绝不希望看到恒大集团 在现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候破产 因此很多人就认为 恒大已经到了一个大倒不能倒的地步 北京官方势必会推出什么救援的措施 不能让恒大破产倒闭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 这一次习近平真的是孤注一掷要拼了 居然正式逮捕了恒大集团主席徐家印 要让大倒不能倒的恒大集团破产 今天恒大集团正式发表公告 公司董事会主席徐家印 因涉嫌违法犯罪 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也就是说徐家印并不是所谓的软禁 而是被警方正式逮捕了 恒大公司的公告还说 恒大公司的股份自2023年9月28号上午90起 正式与交联所停止买卖 据目击者说 徐家印被警方带走时反抗激烈 他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链 而且不只是徐家印 恒大高层也接连出事 包括第二号人物夏海军等人 也相继都被警方带走调查 有媒体分析 北京官方早就释放出警讯 9月16号起陆续使出三把利剑 每一把都直指恒大的命门 显示北京当局要对这个 曾经大倒不能倒的企业 开始要收网了 要让这个恒大的帝国要面临破产瓦解 至于徐家印正式被捕的原因 据说是因为徐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试图把恒大的资金外逃 从而激怒了习近平 这一次北京逮捕习近平 就是要斩断恒大境外债务重组的可能性 要堵住徐家印的资金外逃 8月18号 恒大集团未经北京当局批准 突然到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人们普遍认为恒大集团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就是要让徐家印和他的家族的资金外逃 避免破产之后倾家荡产 过去几年恒大发行了很多海外的美元债 这些高息的海外美元债都被恒大的自己人 关系户买了 恒大发行了这些高息的美元债务 普通人想买都买不到 他是特供发行 专门特供给徐家印家族来购买的 徐家印他们就通过这种高利息的债券的办法 就躲过了中国当局的资金管控 就把大量的资本转回为这种外汇的负息动作 不仅如此 徐家印还把他的恒大的股权信托给开曼的连岸公司 在透过信托的方式间接的持有恒大的控制股权 但是他并不具有法律上的责任 这样一来 徐家印就从原来的恒大控股人 变成了恒大的债权人 金蝉脱销 如果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 那么徐家印是作为恒大的债权人 他就有资格从破产的恒大分到一部分债权资金 反而是赚钱了 也就是说 如果恒大集团在美国破产的话 徐家印不仅没有损失 反而还能赚一笔 这就是徐家印让恒大集团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目的动机 也许有人会说 徐家印这么大胆的做法 他不怕激怒习近平吗 当然了 徐家印不是不怕习近平 但是徐家印认为 他掌握到了习近平的一个短处 就是投鼠忌器 因为恒大集团实在太大 如果破产倒闭的话 很可能拖累整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跟着崩塌 进而影响到钢铁水泥这些上下游的产业 特别是北京当局现在都在极力的试图要提整中国的房市 绝不希望在这个时候看到恒大集团破产倒闭 所以徐家印就认为 他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虽然激怒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因为恒大已经到了这个大倒不能倒的地步了 如果习近平要让恒大破产的话 习近平自己的损失也很大 可谓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 所以徐家印就认为 习近平就会担心投鼠忌器 为了打老鼠损坏一个名贵的花瓶也不值得 所以徐家印就认为 习近平不会对他动手 这样他把资金转移出去的计划也就成功了 然而徐家印没有想到 这一次习近平真是孤注一掷要跟他拼了 恒大集团到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之后 北京当局就发现情况不对 直接就是对恒大动手 不让恒大发行新的债券 停掉恒大目前债务重组的进程 并且就彻底断掉了这个债务重组会议的可能性 北京的这一步操作不仅阻止了恒大的资金进一步外逃外流的可能性 而且让恒大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破产倒闭 没有第二条路 然而大倒不能倒的恒大集团破产倒闭 习近平自己也绝不轻松 首当其冲的就是恒大集团还有大量没有盖好的楼盘 至少有几十万套 如果这个时候恒大破产的话 那么这几十万套没有盖好的楼盘就失去了 或者责任者没人管了 那么那些买了恒大的楼盘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据说现在有一个方案叫做不交物不还贷 就是恒大的楼盘的个人业主可以向银行申请延缓贷款 可以延缓还贷款 直到恒大交房之后再开始还贷款 但问题是恒大倒闭之后 那谁来接替这个恒大集团来继续修建这些楼盘呢 完全不知道 所以将来最大的没有确定性的事情 就是谁来接手恒大集团未完成的烂尾楼盘 估计这很难找到人来接这个烂尾楼 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习近平他很难解决 另外中国房地产非常萧条的时候 恒大集团在这个时候破产倒闭 就会让人们更加的心惊胆战 就不敢买房了 就会让本来已经很萧条的房地产更加的萧条 从而是北京出台的各种激活房地产的政策也彻底失败 至于现在北京当局的宣传 就要把矛头指向徐家印个人 要人们去恨徐家印 而推脱掉北京当局的责任 原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表微博说 恒大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众说纷纭 但是如果恒大走到破产清算那一步 或者将一个烂摊子重组到其他责任实体的名下 徐家印本人肯定难辞其咎 他有可能会使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保护 法律对破产者也是有保护措施的 但是给社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徐家印不应试图自己金蝉脱鞘 继续享受富贵 这当中是否有刑事责任 应当实事求是依法甄别 但在民事层面 徐家印应该重新成为不再有超过普通人财产的一届平民 这是公理也是道德底线 这个文章就表示 胡锡进就是要煽动人们去仇恨徐家印 要把这个恒大集团房地产的烂摊子 归咎于徐家印个人身上 而推脱掉北京当局的责任 不管怎么说 恒大是一个非常大的庞然大物 他现在没有交的楼房 至少有好几十万套 对社会牵动面是非常的大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恒大的购房者 他们这些老百姓一辈子的血汗钱就全赔进去了 所以怎么样来减少这些购房者的损失 这就是考验习近平团队的第一个首要难题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民营企业家 现在北京对徐家印进行抹黑的宣传 就会造成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的仇恨 就造成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更加的胆战心惊 要加州有话做人 他们就更加不敢把买卖做大做强了 他们只是想着怎么样保护住人身安全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更没有发展前途 中国的民营经济当然也不会有发展的前途 所以总而言之 恒大集团已经是到了一个大到不能倒的程度 所以一般人就认为习近平是不会抓徐家印的 不会让恒大破产倒闭的 没想到习近平真是抓了徐家印 还真是要让恒大破产倒闭了 这个事情对习近平本人绝不是一个好事 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 习近平也不是赢家 所以看来现在习近平他也是拼了 习近平政权的未来就更加是前途叵测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